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新概念英语第四册的第39课了 这就是Lesson 39 Whatever Writer Wants 作家之所需 那么像往常一样 咱们先打开书 看看这颗书的生词和短语 Now please open a box at page 228 二百二十八页 跟老师先读一下这颗书生词 Now read and ask me 跟我念 Confess Confess Inspiration Inspiration Cashmere Cashmere Interview Interview Afresh Afresh Discern Discern Indescrib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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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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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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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th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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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minably Interminably Wink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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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id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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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ti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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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irt Flirt Inmost Inmost Incid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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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忏悔 Incid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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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crime这个词是对的 他们的名词形式都是confession 叫做坦白或者忏悔告罪 你看法国的作家Russo 就是卢梭 写过一本书叫confessions 咱们中文翻译是忏悔录 就是用这个词的名词形式 confess 我们加ion就好了 但是生活中confess这个词 最常见的意思其实表示 承认求是 就是不好意思讲的事 说出来自己脸上不光彩 但他承认了 一个不好意思说的事 这时候后面搭配有两个 第一个是后面直接加 大家听到的兵运聪句 第二个是接词to 这两个形式都可以 都很常见 差不多 我们看一些例子 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这句话 他承认他对金融方面的事 一窍不通 完全不懂行 这说自己是纯粹门外汉 可能不好意思说 但他承认对不起 我对此一窍不通 承认求是 后面加借词to也行 he confess to being a drug addict 他承认 他是个毒瘾的 吸毒成瘾的人 addict 叫瘾君子上瘾的这么一个人 后面注意这个to 后面加being 因为to是一个借词 这不是to do 是借词to 把这个看清 不情愿的承认模式 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这两个了 就是admit和acknowledge 这个在三册的第16课 玛丽有等小光阳 怎么住在讲过 再大声读一遍 admit acknowledge 都是承认 后面搭配可以加事情 可以加doing something 直接加doing 或者加nate 的宾语从句都行 he admitted the charge 他承认了这个指控 he admitted having stolen the sheep 他承认偷了这个羊 或he admitted that he has stolen the sheep 都行 后面加名词 动名词 或者加nate 的宾语从句都可以 这句比较通俗 还有比较文言的词 像这个词也是承认 意思一样大声再读一下 concede concede 也是表示承认 比如说 I conceded that I had made a number of errors 我承认 我犯了一系列的很多的错误 承认做模式 用concede也行 还有有些词用法 可能场合有些小的变化 比如说读这个动词 大声那边 avow avow 注意字母V出现 还有上牙处下唇的动作法 v这个动作再来 avow avow 这个也是承认 这一般是多强调大胆的公开的宣称或者承认 大胆的向每一个人都宣称或者承认 而且确实一般人好像不好意思说或不敢说 大胆而公开的宣称或承认 比如说 homosexuality is rarely avowed 同性恋很少被大胆公开的承认 这一般可能偷偷摸摸摸摸的事不愿意让别人知道 毕竟现在好像多数人还觉得怪怪的 那不好意思说你们知道吗 我是个同性恋 知道吗 我同性恋就都记住了 他帮我宣传宣传 他不好意思说 所以同性恋 homosexuality 很少被公开的宣称 公开的大胆的宣称或承认 用avowed这个字 我们顺便把同性恋这个大声读一下 homosexuality homosexuality 同性恋的就是形容词homosexual 把后面ity去掉就好了 这大胆而公开的宣称 还有一个宣称 咱们用动词profess 也是类似的词汇 我们大声先读一遍 profess profess 这个词用的场合也是比较窄的 他讲到什么呢 他讲到厚脸皮的宣称 一个其实并不属实的事 厚颜无耻的宣称 一个不属实的事情 用profess 有贬义词的味道 你比如说 many corrupt officials profess not to be interested in money 很多一些腐败官员 宣称自己对钱没有兴趣 对钱没兴趣 干嘛贪污这么些呢 厚脸皮的宣称 一个不属实的事 用都是profess 还有我们说assert 这是坚定的断言 表示坚定不移的断言 断定 怎么怎么样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assert assert 这个词用的场合非常窄 大家还记得吗 allege 多强调 这个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 宣称某个情况属实 但是没有证据 缺乏证据情况下 宣称某个情况是属实的 你比如说 the defense the defense alleges that Jones was beaten up while in police custody custody 就积压的意思 拘留积压 这个the defense 翻译成这个辩方 就被告方了 辩方宣称 琼斯在被警方 积压期间 受到了殴打 但是他没有 现在没有什么证据 但是没有证据的宣称 某个坏事 不好的事情属实 用allege 那么再看一看 在188页的19行到21行 188页的19行到21行 你看 也是出现这个词 强调 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 强调某个坏事属实 比如说 看看这个 was the philosopher who refused to look through Gadileo Telescope more culpable than those who alleged that the Spire Nebole observed with Lord Ross's Great Telescope in the 1840s were scratched light by the grinder 还记得这句话吗 三十二个我们讲过 说是呢 有一位哲学家曾拒绝 用伽利略的望远镜 观测天空 那么在184几年的时候呢 这个还有人曾经宣称 说罗斯取之巨型万镜 观测到的这个 Spiral Nebole 螺旋着的星云 只不过是研磨工人 在镜片着留下的划痕 难道这个指责伽利略的 那位哲学家 比诋毁罗斯巡据的人 更应该受到谴责吗 这宣称 这个东西不是真的 只不过是 研磨工人留下的划痕 但它没有证据 缺乏正绩的情况下 宣称某个坏事属实 用allege 名词还记得吗 就是allegation 某种指控或指认 某个措施是真的 但却没有证据 149月第六行 第25课论噪音的非听觉影响 还记得吗 one allegation often made is that noise produces mental illness 一个经常我们大家的指认或者宣称某个东西不好的事是什么呢 就是噪音可能会产生大脑上的疾病 allegation 叫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只认某个东西是属实的 认为宣称某个东西是真的 这是什么第一个比较重要词汇 这个中心词 confess 跟老师 把这个词记住就好了 这个词就看到这里 好 下面一个重要词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灵感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inspiration inspiration 灵感 这个词可数也行 不可数也行 如果做不可数名词 就泛指灵感 这个抽象的概念 如果做可数名词 那是具体得到的一个两个的灵感 所以表示抽象的概念不可数 表示具体内容 具体视力就可数了 就像difficulty 表示困难 这个抽象概念不可数 但难处 难点就可数了 那么difference 表示区别不同 这个是不可数 但表示不同之处 就可数了 所以这些词 有这个可数不可数的 随着它具体使用场合变化 就会相应的变化 inspiration 叫灵感 比如说看例子 poids often gather inspiration from nature 诗人们 往往从大自然中 获取灵感 在家里写诗没词了 树林 小溪旁 山溅之中 溜一溜 大山里边 登登山 灵感就来了 美丽的诗句 就喷布而出了 得到灵感 这个灵感 是个不可数名词 它的动词呢 是赋予某人灵感 叫inspire 当然这词是多一词 还是表示激励 鼓励某人 但本意是赋予他灵感 give somebody inspiration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inspire inspire 赋予某人灵感 比如说 the muse does not inspire all poids equally muse 就是女神 叫诗神 谬斯 诗歌之神 掌管诗歌的神 那么诗神 谬斯 并没有平等地 给所有诗人 赋予灵感 有的诗人 是大象象 有的是小象象 它做诗水平就不一样 富裕灵感 叫inspire 派生意 叫激励鼓励 这个大家想必很熟悉 这是inspiration和inspire 这个相近的词特别多 比如说来看一个 它的行进词叫perspiration 把前面in去掉 换成per就好了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perspiration perspiration 好 这个名词表示出汗 或者专门指汗水 都行 出汗 这个动作 或流下来的汗水 都可以用它 大家可能还记得 著名的 托马斯艾利森 托马斯艾迪生 说过的这句话 Genius is 1% inspiration 99% perspiration 这把两个词都放在里边了 天才是1%的灵感 还有99%的汗水 这个汗水 故意用perspiration 是为了跟inspiration押韵 如果这句话 它用sweat背不入 这句话已经被忘了 这是汗水 那么动词 也是字形变化类似 也是把后面的 r-a-t-i-o-n 换成re就好了 我们大声地叫 perspire perspire 动词才能猜到 就是出汗的意思 这个词表达出汗 比较正式了 出汗 he was perspiring perfusely after the game 在比赛之后 他大汗淋漓 perfuse 形容词表达大量的 很多的 perfusely是负责的 在比赛之后 浑身 这个汗如雨下 大量的出汗 可以这么说 这是perspiration 和perspire 还有一种 叫aspiration 这个词 大家可能更熟悉 就是雄心 野心 壮志 报复 大声都叫 aspiration aspiration 雄心 野心 报复 have aspiration for something 有志于获得某个东西 有这个理想 这个报复 I have no aspiration for fame 我这个人 不图成名 没有要成名的 这种野心 aspiration 表示野心 报复 注意后面 接词叫for 动词变化 跟前面几组 非常类似 也是后面 用spire 结尾 我们大声都叫 aspire aspire 这是动词 雄心勃勃地 去做模式 渴望追求 达到某个成果 某个结果 这后面搭配 有两个 一个是加借词to 一个是 动词不定是to do 都行 就是aspire to success 渴求成功 aspire to succeed 渴求获得成功 都行 一个是加借词to 一个是 动词不定是to 这是渴望 渴求 这种一组词汇 aspiration 还有aspire 好 还有一组 常见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respiration和respire respiration 是名词 表示呼吸 用这个词 表示呼吸 也是比较正式的用词 大声来边 respiration respiration 表示呼吸 可能最常见的搭配 就是用在这个 固定搭配里边 叫artificial respiration 是什么 咱们猜 能猜到 人工呼吸 对不对 人工呼吸 这人失去知觉了 人工呼吸 把它救回来 呼吸 喘气 用它的动词 像是 也是文言的出面 大声 在我们大声里面 respire respire 表示呼吸 类似breathe 呼吸 这个动词 你像respire deeply 叫做深呼吸 深呼吸 take a breath deeply 这个意思 我们回顾一下 这一组词 那么第一个灵感 是inspiration 负义灵感 叫inspire 汗水是perspiration 出汗 叫perspire 雄心野心抱负 叫aspiration 那么渴求 追求 要达到什么什么目的 动词是aspire 还有最后一个呼吸 叫respiration 动词呼吸 喘气 叫respire 相关的一组词 我得记住就好了 这个词跟老师 看到这儿 下面再看一个重点词 就是这个交织 我们大声音读起来 interveve interveve 这词也好记 这个veve 本身就是织布的意思 inter 可表示between 在什么什么之间 交织到一块 这个织到这边来 这个织到这边来 交织到一块了 interveve 首先注意的是 不会做动词 一般过去是interveve 过去分词 interveve 跟weveveve 编织这个字形 一般过去就是 过去分词变化 是完全一样的 就交织 我们看一些例子 注意这个词 是个极无动词 比如说 Your destiny is interveve with mine 你的命运 跟我的命运 交织到了一块了 一荣俱荣 欲损俱损 顺在一条 一条下人的蚂蚱 对 be intervoven with 与什么什么 交织到了一块了 有的时候 我们用副词限定 我们说你看 the two themes are inextricably intervoven in the book 我们经常用 be inextricably intervoven 叫紧密的交织 这两个主线主题 theem叫小说的主线主题了 在这本书中 紧密的交织 我们再把紧密交织 这个短音大声 对不对 be inextricably intervoven 先读一下 这个紧密的 inextricably be inextricably be inextricably intervoven 表示 这个紧密的交织 这个非常好记 老师刚才说了 weave这个词 本身就是织布的意思 我们中国的这传说 说 the herd boy and the weaving girl 牛郎之女 天合配 牛郎 应的是herd boy 当然并不是武艳牛郎 这是放牛娃 herd本身可以表示 这个家畜群 尤其牛群 大家还记得 weaving girl 织女吗 牛郎和织女 这个前面叫inter inter表示之间 之间编织到一块 不是交织吗 inter表示between 或者among 这个意思 在什么什么 之中或者之间 你像咱们以前说过 interven interven 这个大家还记不记得 vene这个字根 咱们前面说过 可以表示come 来的意思 来到中间了 叫干预或者干涉 大声再读一下 interven interven inter between when should come 到中间来了 干预干涉 名词那是intervention 干预干涉 还有呢 intercede cede还记得吗 cede就go 来回to go 来回走动 中间来回走动 从这儿到这儿 从这儿到这儿 调节或斡旋 让双方别打架了 中间来回走动 调节或者斡旋 还有中途拦截 再读一下这个动词 intercept intercept cept这个字根表示catch 抓住 在之间把它抓住了 就是中途拦截 是动词 对吧 再不是interpose interpose这个词 在第16课讲过 pose这个词根表示put 放置 放在中间 刚好这个词本身就表示 置于两者之间 放在两个东西中间 这个意思 叫置于中间 两者之间 interpose 还有inter-sperse 叫点缀 这个sperse 本来可以表示散开的意思 从中间 向四面帮方散开 叫点缀 这儿放一个 那儿放一个 点缀就好了 对吧 那复习复习几个动词 我说英语 咱们说中文 intervene 到中间来 干预干涉 intercede 来回走动 调节 斡旋 intercept 中途拦截 对吧 interpose 表示放在中间 放着两者之间 inter-sperse 表示点缀 这个意思就好了 这inter 做动词相关用法 inter跟形词合用 过程复合形容词 也相当常见 比如咱们以前讲过的 interstellar 还记得吗 stellar表示星星的 interstellar 当然是星际的 interstellar travel 星际旅行 记得咱们还讲过 对吧 还有interpersonal 叫人际的 人与人之间 inter between 对吧 人际关系 interpersonal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nterpersonal skills 人际交往能力 这是人际的 还有像这个 interactive 就互动的 那么active 是行动的 活动的 之间来回活动的 就是互动的 对吧 interactive teaching 就是互动式的教学 这个教学 还有独立的 我们大声来一遍 interdependent interdependent 这个独立的 叫派生意 就是互相依赖的 互存的 互赖的 the increasingly interdependent global economy 越来越互相依赖的 这个世界经济 interdependent 叫互相之间 要依赖或依靠 这位inter 做中心词的几个词 放在一块 把它记住就好了 这个词 跟老师看得着 好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 重新 或者是再来一遍 注意这是个副词 重新 或者再来一遍 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afresh 再来一遍 afresh 重新 再来一遍 它跟我们常见的 什么again once again 类似 只不过这个词比较文言 是个书面语法了 我们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 she tore up the letter and started afresh 它把这封信 撕得粉碎 然后重新 又写一遍 重新再开始 afresh 就是重新 再来一遍 跟它替换的词 特别多 我们看这个常见的 像 once again once more 还像 over again 还像 anew 等等 都像 这个anew 跟afresh 类似 都是书面语 我们把这个 重来一遍 再来一遍 替换的几个词汇和端语 大声再读一遍 once again once more over again anew 都可以表示 再来一遍 这个anew 跟fresh 一样是书面语 咱们看一个句子 把两个都用上 they made people look at familiar objects as if for the first time savoring afresh their dimensions pongering anew their significance 这可能是心理医生 在做实验 他们让人们呢 那么看一看 这个熟悉的东西 好像是第一次看一样 那么重新呢 去品味一下 他们的这个 这个大小尺寸 那重新呢 或者他们的意义 这个savor是品味 品味 这个这个这个 或者是品尝 还有这个意思 dimension 咱们16个讲过 就大小尺寸 dimension不是空间的维度 是这个长宽高吗 对吧 重新考虑一下 他们的重要性 anew 是再来一遍 ponder是书面 与此细考虑的意思 这是两次出现题块 意思是一样的 咱们再回顾一下 著名的小肯迪 就这演说中 这个片段 看大家是不是还有印象 so let us begin anew remembering on both sides that civility is not a sign of weakness and sincerity is always subject to proof let us never negotiate out of fear but let us never fear to negotiate 好 这是老朋友了 就我们记得还记得 对吧 so let us begin anew 因此让我们重新再开始 再来一遍 双方等于牢记 千功平非懦弱的表现 真诚永远需要验证 be subject to 表示取决于什么 有什么什么决定 真诚取决证据 就是你说真诚不行 拿出证据来 让我们决不要出于恐惧去谈判 当然我们决不要恐惧去谈判 这是anew 这是一个替换 好 这个词跟老师就看到这里 好 下面一个词 咱们来看一看复习的词汇 模糊不清或者使模糊不清 在34课咱们曾经见过 今天有复习 有新知识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blur blur 它一般强到视觉方面 看的时候 模糊不清或者使某个东西 模糊糊糊糊看不清楚 极物不极物都行 我们看一些例子 先看极物动词 tears blurred her eyes 泪水 模糊了她的双眼 使她眼睛看不清楚了 这是使模糊不清 不极物动词也行 我们再看这个例子 her eyes blurred with tears 她的眼中 沉满泪水 而模糊不清 意思类似 但第二个 它是不极物动词 本身表示模糊不清 而不是使模糊不清 都行 那么我们再看一看 经常可以做比喻 看这个例句 他说 the new commercial blurs the line between art and advertising 这个新的商业广告 commercial 要注意 作为形容词 叫商业的 作为名词 就是商业广告 这个新的商业广告 模糊了艺术和广告 之间的边界 line 叫边界线的意思 就是这个广告 非常具有艺术性 实际艺术还是广告 这边界线都不清楚了 这是模糊不清 或者使模糊不清 这依然是用 极物动词的一个排声音 使模糊不清了 形容词形式 就是模糊不清的 看不清楚的 尤其表示边缘 比较模糊 虫眼 我们大声度下 blurred 这个在三十四个咱们见过 比如说 a blurred photograph 一个模糊不清的一张照片 那么跟它类似的 还有slur slur还记得吗 它表示使 这个东西 含糊不清的讲话 就是使我们听不清楚 含糊不清的说话 这个作为名词 也可以表示 诋毁诽谤重伤 这是在三十四个讲过的 那作为弄词叫含糊不清 讲话 含糊不清的 说话不清楚的 是双写r 后面加ed就好了 大声度下 slurred 表示说话 口齿不清的 这个是说 说不清楚的 跟不清晰的 有好多好多类似词汇 我们多看几个 做个总结 比如说这个词 也是表示 默默糊糊的 看不清楚的 朦胧的 大声度下 indistinct indistinct 这也好记 这个把in去掉之后 这个distinct 本身就表示 清晰的 清楚的 这个清清楚楚的 反应词加in 就是 模糊的 朦胧的 指很多东西都行 比如说 an indistinct shape 一个模糊不清的 形状 an indistinct sound 一个模糊不清的 声音 你看 只视觉 只听就都行 甚至说 比喻 an indistinct recollection 一个模糊的 回忆 就回忆 既不真切了 这都这种指 模糊不清 recollection 就回忆 动词咱们见过 就recollect 回忆起某个东西 还更多类似的 还有模糊的 用这个词也想 大声再度一下 vague vague 也是模糊的 像a vague figure 一个模糊的 一个身影 可以用它 figure 意思特别多 可以表示 人的轮廓 模糊不清的影子 可以指它 人的身影 还可以表示 什么重要人物 还可以表示 什么体型 甚至表示 数字 都可以用它 再这是 人的轮廓 一个模糊不清的身影 看不清楚 同样 a vague answer 一个模糊的答案 莫能两可 怎么究竟是什么 怎么搞不清楚 理解不清 也可以用它 还有像hazy hazy这个词 多讲到 雾蒙蒙的 雾蒙蒙 蒙蒙隆隆 一层白雾一样 我们大声都讲 hazy hazy 就雾蒙蒙的 比如说 the hazy sky 雾蒙蒙的天空 在天空看不清楚 都是一层白雾一样 同样 a hazy view of the mountains 在大山的 蒙蒙隆隆 雾蒙蒙的 这么一个景象 就是我们类似说的 山色空蒙 可以用它 叫hazy 还有我们像 hazy recollection 解形 就模模糊糊的 朦胧的回忆 回忆既不真切 也可以用它 还有一个词 叫fuzzy fuzzy这个词 都强调什么 电视信号 或者广播信号 模糊的 电视信号 有雪花 看不清楚 广播电台 嘎啦嘎啦嘎啦 净杂音 听不清楚 电视信号 广播信号 蒙蒙隆隆的 有杂音的 或者有雪花的 用它 大声那边 fuzzy fuzzy 信号不清楚 比如说 is the picture always fuzzy on your TV 就您电视机上的 这个信号 总是那么模糊吗 好 这是指这个 电视机的节目 那么广播节目也行 比如说 You can pick up a lot of stations on the car radio but the sound is usually a bit fuzzy 那么你可以用汽车上的广播电 这个广播 收到很多的一些台 pick up 叫收到接收的节目 有这个意思 但是声音呢 通常都有点模模糊糊 朦胧的 听不清楚 刮啦刮啦有杂音 还是这么一个 还有这个词 也是书面 也叫ambiguous 这一般是指意思 莫能两可的 有奇异的 含糊不清的 一般指意思 措辞 什么说的话 意思朦胧 我们大声的一下 ambiguous ambiguous 同样看例子 the wording of the argument is ambiguous 就这份协议 这个措辞 就等朦胧 有奇异 莫能两可 Wording可以表示某个东西 措辞 好 这个词跟老师把这个模糊 相关词和有心智有负习 我们就看到这里 好 下面一个单词 咱们再看一看 这个表示教母或教母君 那派声音的是激动或者骚动 或者有的是激动或骚动的原因 这个动音都可以用它 我们大声再读一遍 east east 当然表示教母或教母君 发酵的这个东西 咱们当常识吃了就行了 派声音经常做激动骚动 或者激动骚动的动音 这个原因 因为教母君让这面能发起来 面肥发起来 可能教母君在里面 激动骚动起来了 非常好记 来 我们看一些例子 political agitators are the east of revolution 政治上那些煽动者 agitate表示煽动鼓动 agitator就是煽动者 是革命的动音 就引起革命的骚动机动背后的原因 机动骚动或机动骚动的动音 跟教母君一样 让面发起来 让人群兴奋 激动起来的革命的动音 跟它类似的 还有像ferment 这个词跟同时解 ferment做名词 本身可以表示发酵剂 教母君就是发酵剂里的重要成分之一 这发酵剂 派生可以表示动荡或动荡不安 发酵也是让这个面 给它整个发起来了 派生意就是动荡或动荡不宁 比如说 the whole country was in a state of political ferment 整个国家都处在政治动荡这个状态之中 这个state表示状态 这是教母君派生意 表示激动骚动 那么发酵剂 就动荡 动荡不宁 这个可以顺便记住 很类似 还有一个词叫催化剂或者触煤 你看这本身表示化学反应的催化剂 让化学反应速度变得更快一些 我们大声读一下 catalyst 催化剂或者触煤 派生意就促进变化的人或事情 促进变化是变化更快的人或事情 用catalyst 你看也是做派生意 比如说 they hope his election will act as a catalyst for reform 他们希望他的当选能够促进改革 就成为改革的一个催化剂 催化剂 除煤包括教母 教母菌发酵剂都是由化学本身的含义做了中药派生意 可以放在一块的记录就好了 好 这个词可以我们看到这里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中肯的切题的 中肯就是切中肯庆 这个话说的刚好在点子上 中肯的切题的 大声读一下 Pertinent Pertinent 大英文叫做Pertinent 重肯的或者是切题的 那么这个词我们首先先看一看 这个词它具体的用法 首先它经常可以做这个定语 表示重肯切题的修饰名词 我们先看个英语解释吧 什么叫Pertinent呢 Directly relating to something that is considered or discussed 与我们正在考虑或正在讨论的东西 直接相关的 中肯的切题的 就跟我们正在讨论或正在考虑的东西 直接相关 中肯的 你比方说 做定语 He made some pertinent comments 他做了一些非常中肯的评论 这评论说的恰如其分 刚好跟我们内容直接相关 正好在点子上 He asked some pertinent questions 他问了一些中肯的一些问题 就跟我们正在讨论的 这些东西直接相关 中肯的 没有偏离正题 没有跑题的 他做表语来用 记住后面的借词搭配to就好了 与什么什么 直接相关的 中肯的 切题的 叫做be pertinent 后面直接加借词to就好了 同样我们看一些例子 That is not pertinent to the topic we're discussing 这与我们正在讨论的主题 并不相关 be pertinent to 就要直接相关 不相关加跟not就行了吗 对吧 就是我们正在讨论 这个核武器问题 他讨论炸酱面 该放什么左脸 这个我说不相关呢 根本就跑题了 这是be pertinent 加to 有这个意思 那么pertinent 就同一词呢 最常见的就是relevant 比pertinent更常见 也是表示 直接相关的 中肯的 我们大师再读一遍 relevant relevant 这个用法呢 跟我们的这个pertinent这个词类似 那么首先可以做形容词 修饰名词 也可以做表语 这个这个做定语 修饰名词 可以做表语呢 后面加借词to 与什么什么直接相关的都行 我们看 先做定语 relevant work experience is required for the position 这个工作岗位 需要相关的工作经验 相关的工作经验 就是relevant work experience experience表示经验 不可数名词 同样做表语呢 后面可以加to 再看一个做定语的例子吧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叫有关部门 相关部门 这个authorities 可以表示政府的机构 政府部门 相关部门 有关部门 我们说有关部门 得处理这个事 可以这么说 那么做表语来说 后面加to就好了 I don't think his remarks are relevant to our discussion 我认为他说的话 跟我们的讨论不相关 英语中否定前置 叫我不认为 中文中发现我认为 他跟我们讨论内容不相关 就好了 把否定中文放在从具中 那么这是表示 这个相关的切肯 这个切题中肯的 反应词就是irrelevant 不相关的 注意不是impertinent 是irrelevant 不相关的 毫不相关 这个同样的 我们看一些例子 irrelevant details 不相关的 根本爱不着边的 这个细节 不相关的细节 同样与什么什么 不相关的 直接后面借词不变 还是比irrelevant to 非常好奇 你比如说 the testimony is irrelevant to the case 这个testimony 咱们以前说的证词了 这份证词跟本案无关 testimony 咱们说过 这证言证词 21和 西部篇那个时候讲过 case是案件 与它不相关 可以顺便记住 好 这是我们看了一些 近义词和它的反义词 我们再看 pertinent还有些行进词 你像咱们以前见过 长期的永久的固定的 这个长得像 我们大声读一遍 permanent permanent 这是行进词了 你比如说 a permanent job 一份长期的工作 还有一个词叫prominent prominent这个词 表示突出的 或者是杰出的 长得类似 大声再读一遍 prominent prominent 突出的 或者杰出的 比如说 a prominent political figure 一个杰出的政治人物 还有像provident 叫节约的 节减的 我们再读一遍 provident provident 节约的 或者节减的 比如说 he is provident of his money 用词 这个用钱 方面非常节减 它不会大手大脚的 再回顾一下 本文中中心词 pertinent 切题的 中肯的 直接相关的 permanent 长期的永久的 prominent 突出的 杰出的 provident 表示节减的 节约的 不会浪费的 好 这个词相关的 一些词汇 跟老师一块 把它记住就好了 这个词 我们看到这儿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再看一看 调情 或者重要的派生意 就不经意的 不仔细的 去对待 某人某事 我们大声 先读一下这个词 flirt flirt 它本意 表示 与某人调情 这时候搭配 后面加一个 with就好了 flirt with somebody 就与某人调情 就很不认真的 对待感情 这个事 调情 我们看例子 she accused him of flirting with other women 就是他非常生气地批评她 跟别的女人在调情 accuse somebody of something 或者of doing something 咱们以前说过 叫非常气愤地 来指责某人 就是这个很发活了 发脾气了 气愤地指责她 可能她老公了 跟别的女人调情 flirt with other women 可以这么说 这是与某人调情 但本文中用在 重要的派生意 叫flirt with something 我们不跟人了 跟一个事情 这时候不是 跟事情调情了 这不可能了 这表示什么 不经意地对待 或者考虑模式 不经意 就没有仔细地思考 没有仔细经过大脑的 不经意地对待 或者考虑模式 叫flirt with something 比方说 I've been flirting with the idea of buying a house 我一直都有买房子 这么一个念头 但是却没有仔细考虑过 一直琢磨地买个房子 但没有具体自己 仔细去考虑 就在买的哪个地方 什么首付付多少 买哪个地点 更合适 不经意地对待 或者考虑模式 比如说 The bullfighters are flirting with death 这些斗牛式 纯粹在玩命 它不仔细地对待死亡 这个问题 如果仔细考虑的话 可能就不敢这么做了 叫玩命 flirt with death 可以这么来说 还有进一步来看 咱们看怎么翻译 Climbers enjoy flirting with danger 爬山者 登山者 喜欢冒险 就不经意地 不仔细地对待危险问题 如果仔细考虑危险问题 可能就不这么做了 叫冒险 叫flirt with danger 同样的 He enjoys flirting with fame fame是名声 什么意思 这个人喜欢 污名钓鱼 就是不认真仔细考虑 名声这个问题 而是用一些 很不正当的方式 他不是用正正经济的方式 不正当的方式 去对待名声 污名钓鱼 叫flirt with fame 在本文中用在这个搭配 记住 flirt两个搭配 跟人的话表示 与某人调情 跟事物 就是不经意地 不仔细地考虑会对待 但借词都是用 we stop it 就好了 好 这个词我们总结到这里 最后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 最秘密的或最核心的 我们大声读一下 inmost inmost 最秘密的最核心的 最秘密的最核心的 in表示里边 most 最里边的 这个词特别好记 经常我们就有另外一个更通俗的词 跟它完全一样 叫innermost 这个词用的更多 完全一样 我们再读一下 innermost innermost 意思类似 都是最秘密的 最核心的 最内部的 express once innermost feelings 表达某人 最内心深处的想法 这个感情 表达最秘密 最核心的 这个感情 reviewed a company's innermost secrets 揭示了 这个公司 最核心的机密 innermost 总之 最内部的 可以这么说 innermost 是里边 它的反义词叫 最外边的 远离中心的 多好记 后面也是跟most 表示最什么什么 那innermost 回来outter就好了 我们大声来遍 outermost outermost 这表示最外部的 你比如说 Pluto is the outermost known planet 冥王星是已知的行星中 最外层的这么一颗 水晶地活木头天海冥 冥王星在最外边 Pluto 就普洛桐 就冥王了 就是指这个行星 叫最外边的outermost 同样还有uppermost 叫最上面的 派生一者最重要的 Be uppermost in one's mind 心目中最重要 还记得吗 最上面可不最重要 它排的第一位 比如说 The rain spattered on the uppermost leaves 这雨水 泼溅到了 最上面的叶子上 雨不太大 下会儿停了 下面叶子还是干的 最上面的叶子 叫uppermost leaves 可以这么说 还记得这个固定搭配吗 在某人心中最重要 Be uppermost in one's mind 这搭配 咱们背起来 还记得这句话吗 although I'm here in Beijing my family back in my hometown is always uppermost in my mind 尽管我呀 人在北京 但我在家乡的亲人 在我心中永远最重要 叫做be uppermost in one's mind 就是这个固定搭配 咱们讲过 在教育那刻讲过 还有像 nethermost 表示这个什么呢 表示最下面的 最底下的 这是书面语了 我们大声读一下 nethermost nethermost 这个表示在最前面的 派声音叫最重要的 大声读一下 foremost foremost 这个for本身表示前面 最前面的 派声音就是最最重要的 还有hindmost 这些书面语了 叫最后面的 派到最后 behind不是在什么什么后面吗 我们大声读一下 hindmost hindmost 表示在最后面的 都是形容词 还有leftmost和rightmost 都可以当形容词来用 最左边的和最右边的 the leftmost 这个student 在最左边的学生 the rightmost student 坐在最右边的学生 最左的最右的 还有当然 easternmost southernmost 还有westernmost northernmost 这才能猜到 easternmost表示最东边的 southernmost 注意不要说southern southern southern southernmost 表示最南边的 easternmost 最西边的 northernmost 最北边的 东南西北 都后面加上most 都是表示什么什么的 形容词 我们分别读一下 最东边的 easternmost 最南边的 southernmost 最西边的 westernmost 最北边的 northernmost 表示最什么什么的 那么同样的 我们看里边跟外边相关词特别多 我们再把里边和外边相关的做一个总结 比如说有个词叫internal internal 这个也是表示里边 但一般表示内部的或者是国内的 用这个词大声读一下 internal internal 这次一般指内部的或者是国内的 你想internal organs 叫人体的内脏 这organ是器官了 internal affairs 就是我们的内政 国内的事物 这个是国内的了 那么反映一下external 叫外部的或者国外的对外的 我们大家再读一下 注意着话 ex t 或者在这本来发t 但拍声音 这个着话之后发生的这个声音 我们再来面 external external 比较像外边的或对外的国外的 for external use only 这个仅供外部使用 这一般在药瓶子上有这么一个字 像红药水 紫药水 外部使用 这不能内用 不能内服 派生意是对外的或者外国的 external relations 对外关系 外部的对外国的关系 叫内部的国内的 对外的外部的 还像interior也是表示内部的 但尤其表示室内的 不是城市的室 是指房间那个室 房间内部的 我们读一下 interior interior 表示内部的 尤其表示室内的 但interior walls 叫房屋的内墙 反应词就是外部的 尤其表示建筑外侧的 大声里面 exterior 同样中间那个t会着化成的的声音 因为x 有个s这个声音在作怪 有了s这个声音 后面中读是声带着的震动 再来面 exterior exterior 同样的 the exterior walls 叫房屋的外墙 建筑外侧的 还有一个内在的或者固有的 这个比较抽象了 我们大声读一下 intrinsic intrinsic 内在的或者是固有的 你像intrinsic nature 叫事物的本质 固有的这个性质 intrinsic value 叫事物的固有价值 本身的价值 内部的固有的 那它派成意义叫extrinsic 叫外部的不相关的 外部的不相关的 大声里面 extrinsic extrinsic 就外部的 外在的不相关的 我们看 a combination of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factors 一个内部因素 和外在因素的结合 intrinsic和extrinsic 经常放在一块来使用 把它同时可以记住 还有呢 还没完呢 incoming incoming表示 从外边进来的 从外部进来的 从外部进来的 进来的 我们大声再度讲 incoming incoming 叫进来的 从外边往里走的 incoming calls 叫来电 打进来的电话 an incoming passenger train 一辆进站的 旅客列车 可以这么说 从外边往里走的 但是这个 向外边走的 咱们不叫outcoming outcoming是结果了 那是名词了 咱们outgoing 表示向外的 离开的 远离的 我们大声来一遍 outgoing outgoing incoming outgoing是一对 来是come 去是过吗 不是往外走了吗 outgoing 我们也说an outgoing train 一辆离站的火车 往外开的 离开的 这么一个火车 那同样 离岸的船 an outgoing outgoing ship 就是在离开了港口 往外面走的 这么一个船 派声音 叫外向的 外向的 奔放的 喜欢交往的 an outgoing personality 一个外向的 什么一个性格 这是内部和外部相关的词汇 咱们放在一块 把它记住就好了 好 我们39课 比较重要的一些单词 跟老师就看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